农业缺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台中市农会除了推出农业缺工帮手APP 作为农民跟短期工的平台外 为了开发更多的农业人力 更首次推出了四个场次的假日农夫体验活动 第一场是以大甲芋头为主题 大家要夏天帮忙除孽采育 而难得的农村体验是吸引不少学生跟退休族群前来参与 不论是学生还是退休族 每个人都戴起斗笠穿上袖套蹲在田里 拿着刀子将芋头旁的幼苗砍掉进行除孽 帮农民替这块1.8分地的檳榔新芋田进行田间管理 这天共有100人参加活动 虽然许多人是第一次尝试 但人多动作快 短短一小时就完成了一大片的区域 还好今天天气非常点快 做得也很愉悦 天气太热我可能就会受不了了 不要割到母芋 跟母芋旁边的那个小芋苗就好了 就把我们的芋头来做苏苗的动作 我们就把旁边母芋的旁边的小芋苗割除 让母芋有充分的养分可以吸收 这是我们早上的课程 为了解决缺工问题 台中市农会出席招 分别举办了大甲石岗新社与和平 四个梯次的假日农夫体验 让民众实际感受农事工作 借此让青年创业或渴望开创第二春的退休族 能够朝农业发展 而一次参加只要200元 主办单位还提供接送午餐 这天还能够带些采收的芋头回家 仿佛高CP值的一日体验 更有民众四个梯次全部都报名 除了认识我们在地的农产品 然后也知道我们吃的东西 是怎么 是它的营养价值 以及它的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帮助 所以非常实用 就来报名四个 一口气就报了四个 今天的活动来参加我们大甲驱农会 这个场次是 主要的作物是参加大甲芋头的 栽培管理的过程 参加做我们大甲娃娃的农亭里面 今天是很欢迎来参加 体验活动的民众现场 总共有100个人 然后再来我们还有在石岗 协聚去采橘子的工作 以及在新社我们去协助采香菇 跟木耳的工作 和在和平的采收田式的工作 这几个工作都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台湾这边比较缺工 需要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一个产业 领着中午艳阳 从田里拔起一个又一个的芋头 大家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采收 一旁则有人负责将芋叶与芋头分开 虽然做到满头大汗 也是开心的感受风收喜悦 农民表示 希望借此活动独家培养农业人寿 解决日夜严重的趋工问题 谢谢林轩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